DM的操控机器 DM的操控机器 首先值得瞩目的一点 那边是这个充电包上 有三个接口 上面是两个USB接口 一个Type-C接口 三星真的是一个把电池控制得很死的厂商 它甚至连一个18瓦的QC3.0都不给 只兼容它自己的FSC以及QC2.0的系列 最大功率只有14瓦 但是令我很惊喜的是 在响女充电宝上 它同时能兼容普通USB口上的QC2.0快充 以及Type-C口上的PD PD能达到大约12瓦左右的速度 iPhone只有祖传的5V1A保平安 但是当你购买了一条iPhone认证的MFI PD快充线之后 它便可以达到18瓦的快充功率 虽然总共的用时会与普通iPad的10瓦头近似 但是在低电量到70%这一段是非常快的 之后则会减速 如果你身边有需要使用PD进行快充的设备 那么这一款设备是极其推荐的 我自己身为一个iPhone三星以及Switch的用户 我便觉得PD快充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设备 它能够综合几乎所有的目前的移动设备的充电管理 包括笔记本